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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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娄儿 找我有事吗 我给你做了一些小点心 你是李家的恩人 这种活儿你以后就别干了 我也不想在你家白吃白住啊 而且这些也没关系的 二公子 你忙了一夜 肚子一定饿了吧 我不饿 我有点事要去找我爹 国公出门了 那我找我大哥吧 大公子跟国公一块出门的 那 那我去找我娘总可以吧 二公子 难道龙儿真的这么令人讨厌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嫌我做得早点不好吃咯 好 那我吃完 多吃点啊 多吃点啊 二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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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在城外小河里 发现三具尸体 有这种事 带我去吧 放心点 好 世民 你快玩球吧 快玩球 来 我要走 给你这个 什么东西啊 世民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哥 你何不问问原集 那三个刺客在哪儿 刺客 世民 你不是把刺客都放了吗 是啊 我是亲手放了 可刚刚我发现 他们的尸体在城外 你说 这事情奇不奇怪 原济 是不是你干的 是 人是我杀的 你 你怎么这么胡闹呢 我斩草除根 这有什么不对啊 杀杀杀你除了杀还会什么 那人怎么样 难不成要我给他们抵命啊 行了 别用这种口气跟你二哥说话 这件事就算了 以后你做事 千万别那么冲动 听到没有 大哥 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你知道汇果有多严重吗 本身就是他们部队 最有应得吗 先放了后面口 人家会怎么想我们李家啊 口是心非 不讲道义 以后谁还会相信我们呢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啊 几个小毛贼跑了行自爹 居然让哥给放走了 大家还以为咱们李家 闹肿好欺负呢 以后啊 大把大把地刺个跑上门 我看你们俩怎么办 你还敢狡辩 走 跟我去见殿 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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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饶了原机吧 大哥 你一直想袒护他迟早会出事的 可是刺客一条狗命 比得上我们兄弟的情意吗 以后别再犯了 听到没有 允文化机啊 臣在 这鸳鸯美吗 鸳鸯美呀 臣在 陈在这鸳鸯美吗 臣在这鸳鸯美呀 臣在这鸳鸯美吗 那荷花漂亮吗 荷花 荷花 荷花也挺漂亮的 那蜻蜓呢 蜻蜓 蜻蜓蜓蜓也挺好看哪 你看他飞起来很自在呀 荷花 虚文化机啊 你是在跟朕装蒜的 皇上微臣不敢哪 荷花 鸳鸯 蜻蜓 不是你昨天晚上 找了三个鸽鸡吗 哎呀 微臣荒阴无得 又是大臣风范 请万遂讲罪 哈哈哈哈 找幾個歌技算得了什麼 說實話 朕喜歡你玩 微臣不明白 你整天想著吃喝玩樂 這說明你心裡沒有鬼 更說明 昨天晚上那三個姓差的死 跟你沒有關係 收我者父母 支我者惶嘗啊 哈哈哈哈 行了行了 關其言查其行 你的言談舉止 朕看得清清楚楚 微臣慚愧 微臣一有空閒 那就是吃喝玩樂 不像長孫大人 一有空他就閉門讀書 微臣要好好向他學習呀 朕最不放心的就是這些 關門讀書的人 摸不清楚他們 整天這腦子裡到底想的什麼 說的是 其實朕最喜歡你這樣 吃喝玩樂的人 兇無成福 坦坦蕩蕩 朕最信得過 皇上厚愛 話急愧不敢當啊 雲愛卿啊 你知道今天朕 找你來是為什麼嗎 皇上是說那三路大君之事吧 皇上處事果斷 真是大快人心哪 什麼大快人心哪 可朕現在煩著呢 我找你啊 是為了我那個寶貝女兒的事兒 若曦公主 公主不是已經回宮了嗎 而且皇上已經命令李渊回太原 操辦大婚之事 這還有什麼煩心之事呢 這個若曦啊 讓李渊在太原建一座大大的宮殿 她才肯嫁過去 你說這煩不煩哪 公主是金枝玉葉 祝新的宮殿合情合理呀 餘文愛卿 這幹一座宮殿 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我想我這個寶貝女兒啊 是故意在拖延時間 公主果然是聰明過人哪 若曦 這門輕事如果再拖延下去的話 這李渊一定會懷疑朕 再從中做鬼呢 皇上所言即是 李渊本來就是個小心眼的人 不過皇上現在掌握三陸大軍 李渊根本不是皇上的對手 公主就是不嫁過去 她也奈何不得呀 你錯了 現在如果三陸大軍攻打李家軍 那很有可能剩下兩陸大軍 如果兩家聯姻 那朕就有四陸大軍了 皇上深謀遠慮 周到周到 那這造宮殿的事 就趕快操辦吧 白日之後 就是公主的大喜之日 也是朕昭示天下的日子 時間不能變 可這公主呢 硬要造一座宮殿 你說是不是節外生枝啊 那就命李渊百日之內 趕快造好宮殿不就得了 雲愛卿 造一座宮殿 沒有一年半載能行嗎 多家人手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謂夜長夢多 如果楊李爺兩家早日聯姻 那可是國家的姓氏啊 百日造宮能成嗎 現在的能宮巧匠不比從前呢 有一個餘文楷 那個造宮殿像堆殺包似的 快著呢 如果在一百日之內造好宮殿 那什麼事情都解決了 皇上那就快下旨吧 好 雲愛卿 你替朕去太原傳旨 皇上 有一個人比微臣更合適 誰啊 魏征 乖乖 聖旨啊 別動 這不是聖旨 這是一把刀 刀 什麼意思啊 這宇文化吉想借刀殺人 這聖旨啊 就是一把刀 殺人 殺誰啊 魏先生 刀魏啊 這聖旨 你真的不能接啊 哦 是嗎 劉先生 這皇上封魏先生為傾差大臣 他怎麼能不接旨呢 閻止 你懂什麼 老魏這次去太原宣旨 叫李家在百日之內修造一座宮殿 這是神仙都辦不到的 這道聖旨只會逼著李家起兵造反 造反 不錯 李家一旦起兵造反 首先殺的是誰 該不會是傾差大臣吧 這不是和尚頭上的獅子明擺著嗎 魏先生 他說的不會是真的吧 老劉說的那是假的 百日內修宮殿一座 這道可夠狠夠絕的呀 你不能去啊 不 我得去 你去幹嘛啊 去送死啊 宇文化妓都出招了 我魏政如果不接招的話 豈不是給他削掉大牙嗎 那就給他削掉大牙 總比你掉腦袋好吧 你放心啦 腦袋我是不會掉的 大牙一顆我都不會少 雅魏先生 老魏啊 你心裡是不是已經有什麼妙計了 我能有什麼妙計啊 你沒有妙計你還要去幹嘛啊 太原有李世民在我就敢去 對呀 這二公子是好人 我是二公子的表妹 你就是表妹夫了 什麼表妹夫啊 劉先生跟我說啊 說反正那個什麼海棠 你都已經死了 那我就可以扶正了 老魏啊 雖然李世民可以保護你 但是他有一個弟弟 此人叫李元吉 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你要是碰上他呀 恐怕十個腦袋都保不住了 那我 我我我 沒事的 老劉啊 那我問你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去太原宣植啊 說老實話 我去 對 因為太原有真命天子 只有去了 才會博得大的富貴 你是不是想 勸我別去了 自己偷偷摸摸地去啊 老爺啊 你是怎麼猜到的 你可別忘了 我跟你是同一個師父 交出來的 好啦 走了 都上車吧 魏先生 你看我站在旁邊 像不像一品夫人啊 一品夫人 燕子啊 我只是個芝麻綠豆的小官 你要當一品夫人的話 找別人去吧 你放心啦 對見那個周半仙說啊 我有一個大鼻子 所以有包夫韻 你放心好啦 有大鼻子就有包夫韻啊 誰靠你啊 就對 魏先生請留步 想必魏先生走得匆忙 有些東西來不及準備 這是無忌的一點心意 請魏先生笑納 這個是 這個是路上換洗的衣服和乾糧 想必魏先生 不會拒有一千里之外吧 不 這個這個 謝謝您啊 展孫大人 你看吧 我就說我有包夫韻 話還沒說完 東西就送上門來了 燕子啊 這個東西我不能說啊 呀 展孫大人的好意不能不收 而且 展孫大人一看就知道是好人 不會害你的 燕子姑娘說的有道理 我照魏先生的確有些話要說 魏先生 借一步說話 好好好 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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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公主 我說過我愛吃這些點心 你們是不是聽不懂啊 都給我撤下去 撤下去 那公主喜歡吃什麼 告訴奴婢 奴婢讓玉初去準備 我要吃糖葫蘆 唐葫蘆 宮裡沒有這道點心啊 那就上街去買 除宮去買 買不回來 你們就別回來 下去下去 是 是 皇后娘娘 下去吧 是 是 母后 怎麼突然喜歡吃上 糖葫蘆了 是不是 是不是有什麼故事啊 說給母后聽聽 沒有啊 我 母后 青青呢 我回宮都這麼久了 她怎麼不來伺候我 就是因為你私自出宮 你父皇一生氣就把她給 青青死了 是啊 你這孩子都快出嫁了 怎麼還這麼不懂事呢 你叫母后可怎麼放心得下呀 我不要嫁人 我不要嫁人 汐兒 你要宮殿 你父皇就下職給李家去修建 等靖陽宮修好了 你怎麼能不嫁過去呢 修一座宮殿至少要三年 誰知道這三年會發生什麼變化 你錯了 你父皇想讓你急著嫁過去 他已經下職給李元 讓他一百天修建靖陽宮 百日 是啊 一百天就等於是三個月 很快就過了 三個月也好 先托他三個月再說 汐兒啊 你別這麼任性了 你不嫁給李建成 你想嫁給誰呢 我這輩子就當尼姑 孩子 你可別這麼說 咱們陽裡兩家 是一家人 您別跟我提李家 提李家我就有氣 孩子 母后求你了 你父皇為了你這件事 都睡不安穩呢 母后 父皇他只是這段時間 睡不安穩 可是我呢 如果我嫁給李建成 我這輩子就睡不安穩 我這輩子就毀了 好 汐兒 誰讓你生在皇家呢 生在皇家身不由己啊 母后也是這樣過來的 不 我一定要嫁給我喜歡的人 一定會的 好 龍兒 龍兒 你沒事吧 沒事啊 來 起來 小心啊 這是男人玩的遊戲 你湊什麼熱鬧 沒摔著嗎 剛才是龍兒不小心啊 龍兒 你現在好好聽 給生命瞧瞧 龍兒 看球 走 龍兒 你變得那麼厲害 是大公子和元吉公子交的 這下你可服了吧 聖旨到 接旨 折令唐國公李渊 於百日內修成禁陽宮一座 作為公主新婚行宮 如若有物 以抗旨欺君論主 欺辭 李渊 接旨謝恩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李渊 天哪 要亡我李家呀 爹 事到如今 一條路可走了 什麼 起兵造反 你 你胡說什麼 皇上根本就沒有心思 把公主嫁給大哥 他這是借刀殺人 要滅了咱們李家 皇上跟我是表兄弟 一家人 他不會那樣對我的 爹 百日內修一座宮殿 那根本就是一道死刑令 我們絕不能就這樣坐以待毙啊 袁吉 不许胡来 爹 我没胡来 我先去杀了魏征再说 你杀魏征干什么 杀钦差来祭旗啊 我们李家就好正式接干旗 你大哥和二哥呢 他们都去哪儿了 他们俩正在和师爷商量对策呢 去 去把他们都找回来 爹 不用找了 听我的 想把魏征杀了再说 不许冲动 去把他们找回来 是 孩儿这就去 我说胭脂 你在那里瞎嘀雾什么的 我在祈求菩萨能够帮你 逃过这一劫啊 祈求神灵保佑我 我不是好好的吗 一点事都没有 没事儿 差点脑袋都没了 全哪 人家刘先生说了 叫你留在太原 你就是不听 非得要跑出来 现在后悔了吧 我不也说了吗 只要有李世民在啊 我就平安无事了 李世民 我表哥啊 他现在都泥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了 说得也是啊 女文化级这一季啊 真是一箭双雕啊 如果皇上真的和李家军 拼起来的话 他正好是渔翁得利 你呀 就是有病啊 在宫里舒舒服服的日子不过 非得跟个亡命徒一样 躲在这破庙里 燕之啊 你别看我现在是躲在这个破庙里面啊 有朝一日我还能够上金鸾殿呢 哎 先生 你可真是病得不轻啊 什么病得不轻啊 今天可不可以过得不知道 还上什么金鸾殿 燕之啊 如果李家打下了天下 我就是有功之臣啊 到时候 给我一个什么宰相当当的 我不就上了金鸾殿了吗 有人来 快走 快快快 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快快 给我搜 是 里头里头 仔细搜 快快点快点 那边看看 这边没有 有没有 公子 里面没人 可是火队还没有灭 看来他们还没跑多远 都给我听着 杀了魏征 赏阴百两 是 是 是 给我追 快点 快快快 我一争 打 我们一定要打啊 打不得了咱们不能打 找死你 为什么不能打 我为什么打 不能打 咱们只有五万人 人家有十万人 怎么打呀 不行 我们一定要去打 一定要打 不行 二公子 我现在不想吃点心 你放在那边吧 这不是点心 是心 谁写的心 魏先生 不能不打 我们一定要打 我们一定要打 对 一定要打 多一倍 怎么打 对 一定要打 要打 我不打 我跌中了 你们全都灭亡了 你怎么打呀 这不是去送死吗 咱们可不能这样啊 咱们好考虑 好考虑 一定要 你来拼拼礼 我们李家为朝廷出生入死 换来的却是这种下场 你笑什么 我是笑二公子何必 在魏征面前言戏呢 你们李家不早就想起兵造反了吗 是啊 是有不少人劝我爹起兵造反 而且根据他们的估计 这场仗大有可为 二公子啊 这是太原 王威率领的江南大军 从水道直取太原 我可以率一支精兵 击倒王威 夺回水道 好 高军雅的辽东大军 直取太原仓 荆州仓 仓州仓 要断你的粮道啊 我大哥李建成 他可以率一支精兵 来守住三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兄弟都出城了 这个太原 谁守啊 我弟元吉和我爹都是大将 他们可以守城啊 淮南大军分为四楼 左将军应逝师供东门 都尉王智达攻西门 陶浦大使驱突通攻南门 萧勇大将军宋文龙攻北门 我想问主攻一个人 他 他怎么抵挡了 魏先生 我爹曾经立抗杨玄赶十万大军 而且我弟他守城有方 他们可以守住城 等到我们回来为止 只怕你们是回不来了 为什么 宇文化级早已经重金收买了 突厥回湖土玉魂三路大军 他们会在半路上面等着你们呢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小心 我离京之前 长孙无忌已经派人摸清了情况 他让我务必把这些事情 告诉二公子 长孙无忌 你们怎么还没睡啊 世民 魏征在哪儿 魏征 不要说你不知道啊 龙儿告诉我 魏征留给你一封信 你好久没和他联系了 是啊 我把魏征给藏起来了 爹 你听 二哥自己都承认了 世民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魏征怕造人暗杀 所以躲起来了 这是什么话 谁敢杀钦差大臣呢 想起兵造反的人 杀了魏征 爹就骑虎南下 不起兵都不行了 我 你二哥说的是不是真的呀 我 爹 原急是不想让人任意宰割 所以先下手为强 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世民啊 魏先生怎么说啊 魏征说爹你千万不能起兵 他当然说不能起兵了 魏征是皇上的走狗 他当然帮着皇上说话 不 魏征是我们李家的朋友 魏征是我们李家的朋友 世民啊 魏征这个人 和我们李家并无神交 你凭什么说他会帮我们呢 他把朝廷的秘密军情解释给我听了 或许这是朝廷的移兵之计呢 对 他是来吓唬咱们的 不能上他的道 我主张立刻起兵 爹 万万不能起兵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世民 当初刘文静主张起兵的时候 你可没有反对啊 用兵之道审师作势 但是 当初刘文静劝爹起兵 是可以给朝廷打个措手不及 有起兵之效 但现在 朝廷已经布好了阵 逼我们起兵 如果我们再鲁莽行事的话 只会自取灭亡 爹 哥 你们要三思啊 世民说得有道理啊 什么道理 我们李家军骁勇善战 怕他什么 哥 你不是一向都主张不起兵的吗 怎么今天改变主意了 靖阳宫不可能在百日内修好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分明是皇上在糊弄我们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对 大哥 说得太对了 起兵打到东都 打到长安去 爹做皇帝 大哥做太子 二哥 咱们俩也过过皇子的夜 你给我住口 世民啊 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应当效法勾剑的精神 勾剑 嗯 勾剑王国有那么大的仇 但是他不贸然起兵 而是十年身居 十年昭雪 等待最好的时机 可我们没有二十年的时间呢 我们只有一百天呢 那我们就在一百天之内修好晋阳宫 到了那个时候 朝廷就会相信爹对皇上的忠诚 他们就会对我们防范松弛 我们就有了喘息的机会 就会有更大的发展了 你说百日之内修好晋阳宫 这 这有可能吧 盖房子的事我不懂 那你不等于白说了吗 盖房子的事就得找盖房子的人 他们说了算 嗯 好 赶快去找土木工匠 我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是 世明啊 是不是也该把魏先生请回来 让我们好好敬敬地主之仪 款待款待他呀 爹 他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是 宇文大师 我好像不认识你 可我认识大师 宇文凯乃天下第一建筑大师 这座道观 就是大师刚刚完成的作品 没错 每一件建筑物都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只要我有空 都会来看看他们 我就知道 在这儿一定能找到大师 阁下找我 不错 请问真姓大名 刘文净 没听说过 大师听说过魏征吗 赛诸葛魏征 久仰大名 在下就是赛魏征刘文净 刘先生 赵老朽有何事啊 天下大事 说吧 大师 皇帝要李渊在百日之内修建一座晋阳宫 百日之内 这不可能吧 别人是不可能 但文净相信大师有此能耐 这是皇上的旨意 不 这是文净一介不一 恳求大师成全 刘先生一介不一 也想多管闲师 大师 你不知道 这乃是宇文化级借刀杀人之计 他想借此铲除李家 然后伺机再毁灭大随 文净虽然是一介不一 但不能坐视于他的狼子野心于不顾啊 先生 优国优民 老朽 敬佩 文净不才 想凭三寸不烂之舌 劝大师一驾太远 为保存大随栋梁 尽分力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既然这样 那好吧 老夫 一定助李渊一臂之力 大师 文净带李家 谢过大师了 刘文净今天上午见过于文凯了 大人 今天有人看到刘文净 找过于文凯了 大人 好一个李渊哪 为什么魏征刘文净呢 这些能人义士天下英才 这些能人义士天下英才 都愿意为他卖命 都愿意为他卖命 宇文凯 大人 修一座宫殿至少也要一年的功夫啊 如果是增派人手日夜加班呢 那最多也只能缩短一两个月 上百天能完成这就是奇迹了 是啊 这一百天修一座宫殿 这连做梦都完不成啊 就是 连做梦都不敢想 根本就不可能 有劳各位了 那告辞 爹 这条路不通 还是听我的 起兵造反 不能再犹豫了 爹 公将们都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 恐怕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世明 你说呢 你们等我一下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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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留步 世明冒昧地问一句 天下功夫何人第一 只有一个宇文凯 鬼斧神功啊 人称火鲁般哪 宇文凯 那他人在哪里 好像 好像在东都吧 那如果请他来盖靖阳宫的话 一百天你估计能盖得好吗 这 大概也难吧 难 只要有希望 就不是不可能是不是 我记得他改天宁宫的时候 好像 好像只是花了一百二十天 一百二十天 谢谢大师 谢谢 不谢不谢 告辞告辞 请 爹 大哥 我记得 既然一百二十天内链盖好 那一百天就不是不可能了 爹 我这就前往东都 可是路途遥远啊 对啊 等你一去一回 这黄黄菜都凉了 七天 七天 我一定在七天之内 把宇文凯请到太原来 七天 七天 好 我们等你 好 הפ 静灵 静灵 爹 你回来了 你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吗 我猜不出来 不过我知道爹 有出远门的打算 这你怎么知道 皇上下旨让国公大人 在百日之内修建靖阳宫 放眼大随 除了爹之外 还有谁能有此把握啊 没错 我今天见到刘文静了 他要我到山西去 助李渊一臂之力 别让宇文化吉 这个老贼的奸计得逞 那爹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就明天吧 今天我就没事了 宁儿去给爹收拾行李 顺便给爹烧几道小菜 践行 好啊 丫头 我已经好久没尝 你的拿手菜了 那灵儿 今天把爹所有喜欢吃的菜 都给您做了 好 好 那你就快去吧 爹 那你等着 好 你去帮我把 二公子 龙啊 你怎么在这儿 马我已经准备好了 快出发吧 你怎么知道我要骑萨陆子 二公子喜欢什么马 龙儿当然知道了 我连水啊 粮食 该替换的衣服 全都准备好了 你该不会要跟我一起去吧 二公子一个人上路 龙儿不放心啊 龙儿 我想 二公子没时间磨蹭了 有话我们上路再说 好 那我先去吧 那我得先去找一个人 我知道 你要找魏征 只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好了 走吧 来 来 你来 吓 你来 我来 驾 驾 驾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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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先生原来藏在这儿啊 嗨 是啊 我把他安排到伙食营去了 嗨 别的不敢说 我敢保证他饿不死 嗨 元妻公子满城所不未争 没想到就藏在他眼皮底下 二公子这招真棒 不听老流言吃亏在眼前 什么老流老流的啊 你说说看老流是不是说的有道理啊 你呀放着京城的官不作 跑来这里当什么火红呢 你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你说对了 我就是有病 我就是要冒险 真不明白 你以前的媳妇怎么会喜欢你呢 干嘛 想他啦 没错 我这个人哪 就是因为当年他受不了我的毛病 才跟我吵架的 他不喜欢那是因为他不识货啊 我喜欢就好了 怎么了 撬到了 没事吧 魏先生 表哥 真是幸福你了 就知道你该来了 再做饭 还好还好挺过瘾的 我已经跟我大哥商量过了 是秦仗还是修宫了 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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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宫还需要一个人哪 没错 所以现在呢 我要去东都 把宇文凯大师请过来 修宫禁阳宫 绝对非宇文凯不可呀 先生 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说 我们出去吧 好 这两个大男人怎么回事啊 有什么话都偷偷摸摸 也不在我们面前说 把我们当外人哪 胭脂 你的菜炒糊了 你怎么不早说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好好来来 魏先生 我跟我大哥说好了 会在七天之内赶回来 这段时间 请先生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七天 二公子有把握能在七天之内 把宇文凯大师请回来 坦白说 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其实你也知道 我四弟呢 他一直想造反 而如果真要走这步棋的话 牺牲的全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二公子凡事都一天要苍生为业 果然是与令地不同啊 所以呢 我要来请教先生 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宇文大师请回来 二公子放心 这个事情啊 刘文静已经搞定了 刘文静 对 我离开东都之前 已经和刘文静商量过 百日建功 非宇文凯不行啊 刘文静听了以后 就二话不说去办了 所以呢 有刘文静出马 二公子就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啊 先生 那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魏征就是这个脾气啊 一身傲骨 只卖给十货的人 好 那我李世民绝不会辜负二位先生的 好 告辞了 好 二公子 爸 临行之前 能否留样东西给我啊 什么东西啊 贴身植物就行 贴身植物 对 好吧 这个可以吗 可以 先生你要这个干吗 我自有用场 好吧 好 那我先走了 你 不带龙儿一起去啊 我怕麻烦 好 告辞了 好 魏先生 二公子呢 二公子啊 二公子啊 二公子 走了吧 走了走了走了 他走了 我就知道他不想我跟着他 不行 龙儿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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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傅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位公子 从这经过 没有 没有啊 那请问东都是往这个方向吗 是啊 是啊 这匹马 这马不错的 多少银子 二两 二两 给 谢谢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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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如果你后悔 那就是欺骗李家欺骗我大哥 欺骗 你说欺骗 你答应过我什么 你答应过娶我 答应过跟我远走高飞 答应过跟我白头到老 可是结果呢 你却跑过来跟我说你不要我了 你不敢要我了 李世民 你是个骗子 你是个大骗子 公主 要不换另外一串尝尝 把这些冰糖葫芦都给我扔了 如果再让我看见这些冰糖葫芦 我就让父皇砍你们的脑袋 公主饶命啊 我愿有一身的煎熬 换取你瞬间的美好 我愿你多情的鱼似大使我心爱的烦恼 你说心越大越强烈 你越想越不顾这一切 是真实 是幻觉 难了解 忍在爱中凭直觉 无论寂寞之间快乐之后 我真的曾经想逃 逃到的爱越越越越好 可是你给的痛 还是忘不了 只有你最重要 无论噩梦之后惊醒之间 总忘不了你的好 好到连痛也不计较 无论我的心痛 被什么缠绕 只有你最重要 你好就好 我愿用一生的煎熬 换取你瞬间的美好 我愿你多情的鱼似大使我心爱的烦恼 你说心越大越强烈 你越想越不顾这一切 是真实 是幻觉 难了解 忍在爱中凭直觉 无论寂寞之间快乐之后 我真的曾经想逃 逃到的爱越越越好 可是你给的痛 还是忘不了 只有你最重要 无论噩梦之后惊醒之间 总忘不了你的好 好到连痛也不计较 无论我的心痛 被什么缠绕 只有你最重要 你好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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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